小腦萎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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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他有什麼症狀 你看得出來有小腦萎縮 症狀嗎 所以我看不出來所以才要問你 他那時候來的時候很嚴重 他來治療幾次 他應該快一年了吧 可是就是 他以前就是連 走路都不是很順 那現在你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他如果跟你講他是小腦萎縮的 對啊 那他一個禮拜來一次針灸嗎 對,針灸拿藥 這個是頭皮針嗎 你現在紮這個 是那個什麼區域那種的 嗯 這邊是什麼區 運動區感覺區 就是 就是 讓你身體 比較好 所以 要做幾次 都比較好 身體比較 可以 做 所以這五年來 就持續一直在 會有 重風也是加這邊 運動區 很冷啊 好 工作組 師傅 劉沙 劉沙 有 幾次 都 做 工作組 跟 劉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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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這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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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很少 非常少 不知道會不會用到三支裁決片 一定得要 像他這裡放學 像他這種的 他之前嚴重到這邊來 可是現在這個墨上循環都已經慢慢長 都開了 而且這個顏色 之前都還黑 現在都慢慢這樣 從這裡就可以觀察到內在循環 那你是 針灸循環好 促進循環好還是重要 都要不可能只有一單一 算是寫入 然後一起 好了可以的 而且他為什麼抓完手才抖 本來沒有幫你 是不是緊張了嗎 阿伯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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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